那你觉得自己演绎的哪个角色 在剧中是一个自我治愈的过程呢 自愈的话其实可能是夏节吧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 有的有的有的 因为我以前演了一些现代戏都是 比如说线偶啊 这种偶像剧 它可能还没有那么落地 那警察荣誉就是一部比较有烟火气 很富有生活气息的一部剧 是 然后夏节它也是一个 其实它是一个 成长型的故事 就是人物 然后它的很多故事线啊 包括它其实也是 它这个成长线也是一直在自己和自己和解 在自洽 在这种自我和解的一个过程 它也是一个自愈的过程 是是 我当时也有看这部剧 我觉得我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你演绎的很自然 而且我当时很追 那日常生活中你会有一些 哪些行为或者方式会进行自我治愈吗 你你你怎么自我治愈 我一般就是健身 或者是吃点好吃的 我最近有稍微在运动一下 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特别不爱运动的人 是吗 我因为我可能这两年就腰也不太好 原来我很爱跳舞 是 然后这两年腰不好之后就也很少动 然后最近是因为自己也会有一些压力嘛 也是想找一些解压的方法 是 然后我就我的朋友 因为我在组里有之前合作过的一些伙伴 就也在这个酒店 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每天都去健身 然后可以通过健身去缓解一些压力 对 然后我就是那我也试试 因为我我这部戏可能拍夜戏 哦 比较多 然后我们的景是实景 它就只能白天拍白天 晚上拍晚上 对所以前段时间有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是下午开始出工 然后我早上 其实我起不太来 起不来 但是我就是想感受一下 运动能给我带来什么 什么样的改变 是 然后我就大概起来也没有很早了 也就是90点的样子 就空腹去运动 然后真的会觉得就这一天就感觉 开心了一些 不太一样 对 会 有能量了一些 我觉得早上是挺适合运动的 你会觉得能量满满 然后平时的话就是 比如说我想吃肉 嗯 喜欢吃肉 吃肉 好吃的 我就会通过吃一些好吃的 想吃的 嗯 还有通过听一些 音乐吗 就是一直在治愈你的一些音乐 是 然后看一些喜剧 嗯 喜剧 确实能给你一种力量 我觉得我们大家平时生活中 多多少少都会感受到一些压力 还是要 是的 自己去寻找一些方法 去自愈 是是是 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方法也是我日常生活中会去做的 因为确实早上运动或者早上稍微出点汗 你这一天可能心情会特别好 会觉得身上特别轻松 我现在也是希望我可以坚持 可以可以 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学习一下这种运动减压的方式 早上早起 稍微的就是做一个瑜伽 或者说稍微动一动都OK 到底是哪个剧组在卷许卡呀 你觉得自己做过最卷的事情是什么 我吃完饭我就说 哎呀没事 大家一起准备 没事了 吃一点吃一点 没所谓 吃完饭之后大家都 个子散了嘛 然后六点多起来跑步 我就吓到浮衣子都往前走 听到那个跑步机声音 蹦蹦蹦蹦蹦蹦 这么早就有人健身 叫做好笑吗 我那个门一推开 昨天吃喝的那一桌人全在 全部啊 有五个人还是六个人 我傻了 举杠铃的也有 深蹲的也有 跑步都湿透了 背都透着 六点食物啊 背都已经透了 头发跟洗了水一样 你就傻了 他们也看到我 他们也傻了 我说你们 他们已经坚持很多天了 本来自己想卷一下 结果没想到 没想到我是一直被卷的那个 真的太搞笑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